王医生,我想问一下 其实这是鸡鸡蛋鲜的问题 例如很不开心、悶悶不乐 甚至很怕上班、很大压力 自然就什么都不想做 下班就快回家睡觉 他肯定很想睡觉 鸡鸡蛋鲜的意思是什么 我有病,不舒服,哪里都不想去 我觉得自己很累 但如果我能去到做运动时 算是我没有病 我都可以走到下面跑步 如果我们有不舒服时 我怎样可以找到黄医生 或者我们做运动 你要提出我们做运动就好 求诊时跟医生说 医生说你做运动 可能是不动 因为他已经不舒服 我们的过程中 怎样跟病人有一个契合 可以处理到他的方式 如果医生纯粹给一个很简单的意见 你多做运动 很多时候未必会很丑效 不如叫他下床 不要睡到两三点 下午未必可以 反而我们要了解一下 他为何不能做到以往的运动模式 可能是因为病症 可能是因为其他环境因素 我们首先要了解这方面 然后我们要给他一些实质的提示 例如我们会引访他的体质 引访他的能力 或者以往的运动经验 以往运动的习惯 给他一些很实际的小提示 例如他本身比较少做运动 可能我们开始就会叫他 不如你先做一些步行运动 然后我们会建议他 如果他没有做运动 最初我们不要建议他一开始 做得太劇烈的运动 可能做一些比较轻凉 或者中度的运动 在下面的工具也太劇烈 没错 我们其实是要有一些实质的提示给他 这才是有效的 如果我们纯粹是说一些很空泛的 你做多些运动 对你的情绪好些 其实效果未必是很好的 即是跟病患者说 不如跟我去下面公园走十分钟 这个就陪陪我 用这样的意思就拘捕了 是的 这就有效 或者如果家人或身边的照顾者 能够陪到患者一起做运动 这个是值得去鼓励的 还有我们要了解到 有情绪障碍的患者 有时你叫他做运动 是一件很难的事 你需要很多鼓励 以及要身边的人很多支持 有时未必只是 医生几句说话有用的 有他身边的照顾者 或者是他的家人的鼓励 亦都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件事我想提点一下 有情绪障碍的患者 或者有精神病障碍的患者 很多时他们需要服用一些药物 作为一个治疗 而其实有一部分的药物 我们也看到是有机会会致肥的 所以我们也要了解一下 除了是症状影响到他 他不动 平时长时间坐在那里 只是吃东西 没有什么消耗 能量的消耗 另外我们也要留意 可能治疗本身 譬如药物治疗 也有机会会致肥 所以我们也要留意一下 看他在吃什么药物 药物会不会令他自肥 如果会的话 我们更需要他培养定期运动的习惯 我明白 我想理解一下 我明白 吃药物可能需要治疗疾病 有药理和药性 运动背后的原因 如何带动精神病患者 或者他不开心 会带来改进 我们平时做的运动 我们也会开心一些 可以玩 正常来说 也会开心 但如果我患病时 有情绪和精神困扰的疾病 这运动背后的原理 究竟是如何令到 是否和药物的作用一样 还是代替药物 还是要两个耳骨同工 其实我们治疗情绪障碍 或者抑郁症 我们一般都要看抑郁症的严重程度 去决定哪一类治疗是合适的 如果是轻度的情绪障碍 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些心理治疗 已经帮到他 或者我们会建议去做运动 但如果说到中度的抑郁症 或者严重 我们都会建议用一些 精神病毒药物 一些抗疫药物去帮他 配合一些心理治疗 例如一些认知行为治疗 或者配合运动 其实那个效果是会更加好的 其实运动如何可以帮助一个人的情绪 究竟那个机制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有很多科学家都研究 其实运动可以增加脑的血液的供应 可以调整脑的一些神经分泌物 而这些神经分泌物 是与情绪有密切关系 例如是血清素 或者是多巴胺 亦都有一些研究显示 原来运动可以增加脑原性的神经因子 我们称为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简称为BDNF 这件事亦都帮助到一个人的情绪 亦都我们看到 其实运动对大脑系统有一个正面的作用 最主要它的影响是一个叫做下丘脑垂体 和一个腎上线的族 我们简称为HPA族 因为HPA族和人的情绪 和我们的情绪 对日常的活动也有很大关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